这一集我准备画一组蓝雪花 画花可以帮助我对圣经有更多的认识 希望你也喜欢这种方式 在圣经中有一个叫约伯的人 他是上帝忠诚的仆人 也是一个富有的商人 约伯有一个幸福而美满的家庭 他拥有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拥有大量的财富 约伯是一个艺人 他经常向上帝献祭并敬畏耶和华的名 然而撒旦却对上帝说 约伯之所以敬畏上帝 是因为他一直受到上帝的祝福和保护 撒旦认为如果上帝把约伯的一切财富和幸福夺走 约伯就会放弃上帝 上帝接受了撒旦的挑战 并允许他试探约伯 于是约伯的生活开始了巨变 他的生处被抢走 仆人被杀 田地被破坏 他的孩子们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中死去 约伯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切 只剩下他的妻子和自己的生命 约伯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困惑中 他的朋友来圈围他 却指责他犯了罪 以致遭受这样的苦难 然而约伯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清白 并寻求上帝的回答 我们可以想象 也许某一天 约伯无助地一个人躺在一片草丛中 不断地呼求上帝 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 就在这时 他注意到草丛中有几朵蓝色的花 他在杂草中绽放 原来是蓝雪花 蓝雪花是纯洁 坚韧和希望的象征 约伯被这些花吸引 他突然觉得上帝通过这些花 向他传递一些信息 他注意到上帝并没有抛弃他 而是在他最艰难的时刻 给予他力量和安慰 所以 有时候 我们的生活中 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看似都不合理 神也许正在使用环境 来试炼我们的信心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学习约伯选择信靠神 他知道他最大的靠山就是 耶和华 约伯说 他试炼我之后 我必如金金 我们都知道 金块被一次次投入火中 除去杂子 经受锻造 直到金匠能在金子的表面 看见自己的投影 如此才能成就一块金睛 即使 你正在经历可怕的患难 我们学习约伯依然相信神 会使一切苦难转为益处 约伯变得更加纯净圣洁 无论如何 约伯紧紧地抓住神不放 我们看约伯的一生 我们发现 约伯越是经历患难 就越有力量 越是经历挑战 就越顽强 越是经历伤痛 心智就越成熟 在神苦苦试炼约伯之后 约伯的信心 堪比金睛 也许你此时 正在困境当中 那来看约伯的坚定 看约伯的靠山 约伯的靠山 就是你的靠山 我们害怕什么呢 相信上帝会引领我们 走出困境 重新经历生活的美好 和意义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